农业部的房警署之前声称 巴西来鸡蛋最晚5月30号装传 对此农业粉专临杯好油 指出前几天还有巴西鸡蛋在架上 制造日期就是9月5号 保存期限时到10月5号 如果说从巴西进口的鸡蛋 最晚5月30号装传 难道这些鸡蛋有超过4个月的一个保存期吗 不可能嘛 农业部则回应说 巴西鸡蛋为了因应长时间运输有涂食用辣 最长可以保存4个月 那铃杯好油分析 这是因为农业部进太多的鸡蛋了 进了太多太多了 所以加工业者吃不消 冷冬业蛋产线也吃不消 都吃不消 只能够转进常温生鲜蛋核蛋的供应链 从2021年12月开始 成绩中就表示说 宣誓蛋荒很快就会稳定 然后呢从过年稳定 清明稳定开学稳定 到了2023年过年前还在说 很快很快会稳定 到底快在哪 最后变成了缺蛋 很紧急需要真案的进口 开放就算了 又靠不住 然后把进口的鸡蛋 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要进了一大堆 变成了烂蛋 这个不是发国难财 那什么才是发国难财呢 这回超私进口巴西鸡蛋争议 持续的延收 那的确这回呢 刚提到农业粉砖 林北好油脸书再度爆料 农业部这样子声称房间署 虽然声称巴西鸡蛋最晚5月30号装船 却前几天还有巴西蛋在架上 制造日期是9月5号 保存期限是10月5号 所以他们质疑 进口鸡蛋保存期限 难够超过4个月吗 不过农业部却说制造日就是呢 西选日没有问题 好我们就来听听的是 时事评论员董志森来分析到底真的有没有问题 他说标签有问题 怒批民进党说一个谎 你就必须要用更多谎去掩饰 农业部被打到满头包 然后他们发现事态也不对 所以部长才会自己出来讲 讲到哽咽 讲到怎么样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蛋对老百姓来讲 他的那个愤怒是很直接的 就说买又买不到 那到了现在通膨这么严重 然后蛋价又 因为我们过去一颗蛋就两到三块而已嘛 那你现在变成 蛋价也回不去 对很多人来讲就那种愤怒就可以感受到 那这家公司他最离谱的是 他在停业期间 政府还跟他签约 就等于说把他叫回来 那让大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所以民进党的政府才会一再的 去做出很多解释 那这些解释就很多让人家 就没办法接受了 就是说你怎么会去 让一家这样 只有五十万资本额的人 然后给他补贴一亿七千五百万 这个就是那种肉差太大了 她们吃了 责疒 Anchor 斯音 milliards 优优人 优优独播